探索沙漠的叶兰 旅行者竟然会求我来探索沙漠 不得不说 这确实是个明智之决 情报探索 一直是我的拿手好戏 毕竟我叶兰 可是提瓦特速度最快的女人 这个程度的地形 根本挡不住 探索沙漠的旅行者 这就是叶兰翘班的原因吗 好像是的 唤醒人们的方式 看来他们都过于沉浸在虚空中了 或许可以尝试用言语唤醒他们 不就是嘴臭吗 在这件事上 派蒙可是提瓦特数一数二的专家 嘿嘿 作为女士长的神之嘴 看我好好罵醒他们 哎呀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有人认为在虚拟世界 自己就能找到存在感了吧 不会还有人明明每天被压榨的怒不敢言 却在虚拟世界和别人肆意对线吧 不会还有人明明没有一句就下扣不乱说 还觉得自己人家清醒吧 不会还有人表面装的不在乎 实在嫉妒的要死吧 不会还有人高兴到一个新词 就不会场合的跟着乱耍了梗吧 别骂了别骂了 你也是小黑子 好像起作用了 不愧是派蒙 嘿嘿嘿 那我就信了 嗯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还有人因为说要恐就靠虚拟世界活着吧 不会有人现实中没有女朋友就把虚拟人物当老婆吧 不会还有人上个月的花呗账带还没结清吧 不会还有人这次抽卡小包你又卖了 呃 李星哲你这是 保住我的三连 大刺是王的智慧 我们是来找大刺术王的吧 可是站在那里的是 和我一模一样 你就是大刺术王 嗯 就是我 这副样子很让你们惊讶吗 为什么 你会以这副姿态出现 因为 这副姿态最为合适 这是经过我智慧的思考后 得出的结论 智慧的思考 你看 首先我不进卡池 单独建模不划算 然后用路人脸吧 很明显不适合我的身份 但是用纳西达的建模没有这些问题 剧情也能说得通 岂不是很完美 诶 这就是大刺术王的智慧吗 不 这是米哈游的智慧 喜欢采集的理性者 纳西达的能力好强啊 不仅可以偷回别人的心神 还可以收集素材 是啊理性者 以后老婆都没有秘密了 采集想要更方便了 那我们还不去找纳西达 帮我们吸小药的东西 想要的东西 你想采集什么 爽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 先生大师海尼 看起来参加的力量还不少呢 你心里啥 一个一个来实在太麻烦了 干脆一起上让我全崩了不就行了吗 早就听闻拯救蓄迷之神 拳打教令医院的黄金流星 以及旁边的白银半星会来到此地 放尊重点 老子是黄色流星 旁边这个是白毛食品 我觉得放尊重的应该是你 今日总算让我亲眼见到了 不过可惜的是 这一次的比赛是禁止选手直接上场的 就算你们拥有绝佳的战斗能力也无济于事 所以想要在这场迅兽对决中获胜 你们需要一个合格的引路人 听你的口气 你好像很懂啊 你到底哪了呀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发问了 那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为了防止人们被迅兽侵害 为了保护虚迷民众的安危 踏寻血鱼类的复仇之路 贯彻坚定意志的迅兽大师 就是我海尼耶 那怎么会有人自我介绍后面加个耶 你看吐藏的地方是这个吗 废话就不多说了 作为专业巡手师 就让我带你们捕捉第一个巡手吧 等一下海尼耶 我突然想到一个足以为遇到 我是否可以参赞的大师 这是什么 我还在等他们刷新 宣伤的起名方式 技巧我已经交给你了 现在去捕捉你的第一只巡手吧 出现了 这就是传说中王道剧情里 主杰出现就会拥有并一直陪伴和战斗的伙伴 会成为本命的 玉三家 可是我们要抓四只才能参赛啊 玉三家有四只不是很正常的件事吗 这什么口屁逻辑 抓到后该给他们起什么名字呢 起名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可以飞水的就叫 饿鬼谷 可以飞火的就叫 锅巴谷 可以放电的就叫 猫耳谷 可以放冰的就叫 讲师谷 呃 你起的名字还挺特别的 就是 为什么他在流眼泪 因为艺术来源于现实 那些人的秩序 哦 居然想我走过来了 不是选择逃跑而自己主动上门送死吗 放轻松点东东小元 就当来散心的 随便玩玩也没关系 是啊 大不了等你输了 就让派蒙上去打 干TM把对面打到薄材料 早就听闻外来的旅行者在虚迷的本事 但训兽打赛考验的是训练师的水平 只有优秀的训练师才能提出训兽的战斗力 而你之前的战斗技巧在这场比赛上根本拍不上运场 这场比赛我赢定了 哼 如果你以为我是靠武力才走到虚迷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我平时都是靠智取的 我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 哼 那就让我见识见识您训兽的技巧吧 别打了别打了 打 给老子狠狠地打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真TM的智取 海尼也的计划 好危险他们没拿一只宝珠就靠去训兽 还好海尼也救了他们 因为最近月联杯的影响 好多人都放下了对驯兽的警惕性 被驯兽可爱的外表所迷惑 一只宝珠非常适合大规模绞杀驯兽 等我得到了冠军 就能随意支配这些道具 海尼也 难道 你想灭绝驯兽吗 没错 有了这些道具 我就能把全驯迷的驯兽集中起来 以劳永义地消灭他们 可是 这样会对驯迷的生态 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也会毁了整个驯迷的 没错 驯迷的生态材料我不知道 但是老子的突破材料这却不同意 除非你把调料的材料都给我 怎么感觉 你对驯迷的生态威胁更大 哼 蹦不住了 你现在的羁绊之力 是时候一决胜负了 海尼 耶 能不这样叫我的名字吗 哼 我早就告诉过你 不要对驯兽投入过多的感情 必须抛弃那种没意义的情感 只有不断的战斗 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 塔塔开 因此不塔塔开 你那套理论已经过时了 经过了几次战斗的磨练 迷律者和选手们已经得到了超越一线的羁绊之力 获得了最完美的进化 什么 羁绊之力 进化 那是什么东西 我怎么从没听说过 出来吧 我的究极进化军兽 看到了吧 海尼 耶 这就是我的羁绊之力 呃 你是不是优饼 此时此刻的一日中 一只宝珠 有这么牛逼吗 海尼的告别 比赛结束了 甚至时候跟海尼耶还有火翼告别了 多亏旅行者改变了我的想法 另外 他已经不叫火翼了 因为跟他在一起的日子我都很开心 所以 我给他改了个帅气名字 什么名字 火之高兴 那个 谁说会说话的吗 海尼耶 终于走出新结了 我觉得火之高兴快得新结了 好了 放心将东东小圆帽他们托付给我吧 我会好好照顾他们的 啊 东东小圆帽 东东小圆帽 我陪了你 我该怎么活啊 东东小圆帽 派蒙 没想到你这么不舍得他 这么说你一定也想去训练吧 这样你就能陪着他了 我装他 我觉得你们两位之间的友谊 才更加微妙呢 这间网可是自家拍档啊 我负责乱杀 我负责看看 好了派蒙 至少最后代表草神 送给我们曾经一起冰箱作战的朋友 一个严肃而正式的告别吧 我明白了 李星志 拿起他的天赋材料还缺两个 操 太蒙的好消息 三点三就快来了李星志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打牌弹珠躲猫猫了 你不是应该准备钱包的吗 与此同时我还有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当然是 最近的建杖福利啊 原神奇缘礼合选了100分 现在来折腾的直播间上线 就可马上获得 十月底结束 三神挂债提高戳盖率 你还在等什么 赶紧来直播间上线吧 赶紧来 赶紧来 我吃